主席总处公布了 7月份租金指数106.5 再创新高 房东跟房客都叫苦连天 房客承受租金直接带来的压力 而对房东来说 38000元有家具有车位 还是租不出去 其实这个就会变成贴壁子 因为我们自己在做出租的话 如果是用出租的话 我们基本上装潢就会看起来舒服 美观就可以了 位在桃源中立的新房子府落成 房东准备要出租 电视是一个装潢的很重要的部分 它看起来能不能看起来舒服 甚至气派 所以我就会用一台65寸电视 两房一听格局 该有都有 一卡皮箱就能入住 其实房客在乎的时候 其实是电器产品 还有客厅 我觉得房间反而没有那么重要 房间只要他可以睡就可以了 那另外呢 我的冷气有没有变品的 我要至少要省电吗 之前有网友发文说房子刚盖好 高级装潢还有免制马桶 期望用四万块租出去 却被看房的房客放鸽子嫌太贵 同样是房东的曼妮哥怎么看 其实我们通常会建议房东 就是你要先评估 目前市场的均价 租金的均价在哪边 然后你再评估说 如果你是确定出租 那你要不要 就是在你的装潢上面 不要花到太多的重资产上面去 因为有些房东会弄得很漂亮 所以他会觉得说 我装潢花了一两百万 那我的租金要加上去 其实这对租客而言未必 自己的区域行情 大概租金假设是两万三左右的话 我自己就去衡量 如果两万三 如果电到两万五 我租不租不得出去 甚至我可能到三万五 我租不租的出去 如果一旦租不出去 那我的装潢就白搭了 因为我要回到回本 也需要很久时间 租市场行情如何 房产业者认为 租金三万以内流通率好 超过三万 租客们就难买单 但因为商贷以上 其实已经蛮超过一个人的月薪 我们说实在话 超过三万块以上了 很多的这种 他就觉得 那我去弄一个行情安四十年 再宽限期 我其实相对起来 好像比付租金划算 那种就比较容易转念 房客在租屋的时候 有几件很在意的事情 包括是不是配有家具啊 或者是电器 但最重要的还是租金多少钱 尤其7月的租金指数再创新高 也增加不少租屋的压力 根据主计总处最新统计 7月房租指数106.5 年增百分之二点五一 年增幅连续三个月 都超过百分之二点五 租金的一个房价指数来看 它其实长期都呈现一个 还涨的一个状况 但是在过去这两年的期间 它的一个涨幅有明显的 开始放大跟加速 所以大概就是在房价上涨 跟通膨比较严峻的这段期间 其实它的房租也跟着上扬 对房东而言房屋成本增加 赔本生意没人做 只能转嫁压力 连续性的升息 那假如房东的话 它的一个房贷的成本也是在增加 那新房子它的一个价格比较高 所以它要求可能2%多的投报的时候 它其实租金也会比较高 那可能在市场上一个比价的过程 其实会把一些中途的电梯大楼带上来 那另外一个 其实政府的一个租金补贴 某部分也是让租客 它的一个承租能力增加 那许多的一个背景 就是一个成本推升的状况 是明显的 很多人觉得包租工包租婆 翘脚收房租就好 但其实房东也有该负的责任 该背的风险 你有些房客你并不知道 他是不是可能潜在的 他偷偷当二房东这一些 除非你房东本身自己 很热衷的去关心你的房客 以及三不五时 可能就是去查看一下 你的房屋状况 以及房客的使用状况 现在民众对于租屋的品质的要求 其实也比较高 然后会希望房东维护屋况的 这一些的要求 也都是比以往高很多的 毕竟他会觉得说 我付出了相对高的租金 我应该要有更好的服务品质 加上说现在这个时代 其实有些地方有社宅的竞争 所以对于那一些 因为社宅又新 然后他的基本上而言 他也不用担心说 服务品质太烂 因为那个有政府的奥元 可能会让一些房东 面临一些竞争上的压力 所以有些社宅社区附近的房东 他可能相对起来 他就必须要去提升 他的物件的素质跟质感 相对起来这是现在的房东 比较没有这么吃香的地方 不过你有房子能够租 你本身就已经是人生胜利主 要躺着转没那么简单 但话说回来 能当房东还是很让人羡慕啦 TVB的新闻 陈佑翔 王豪与台北桃园采访报导 到底要怎么存钱 才能往有壳蝸牛更进一步 美国的财经杂志副笔市提醒 降低六种不必要的花费 一年可以省下15万 现在有持续数就这两个 这里全都是手机下载追剧的APP 当然几乎都要花钱 以前Cindy每个都买单一APP 一个月至少花近100元 后来发现根本没必要 以前的话就是每个频道都会买 就买各种比如说爱奇艺啊 然后Netflix都会买 但是现在有很多都是可以共用的 所以就会问一下身边的朋友 我就会去看这个 居士是不是真的是我想看的 那这个频道有我才会买 那等到我看完 我就把这个频道的费用 就就是先解约 根据美国财经杂志副笔市 与个人理财网站go banking rates 列出常见的不必要花费 除了退订串流媒体服务 还有用低接的手机资费方案 换手机常常会掉入高资费的陷阱 或比三家避免当冤大头 同时也不要什么东西都陷入品牌迷思 自由品牌的品质未必就较差 有时还会出现高CP级商品 另外就连运动像是健身房会员费 也被检视 不太会去健身房啦 那就可能是网络上运动影片 看一下跟着做 或是去跑步啊 跳升 就不太会额外再去付费做这件事情 反正免费也可以达到那效果的话 就不用再去额外付费啦 除非就可能要中序等等 固定的月费呢 你很可能不管你使用次数很高 使用次数很低 你基本上都要付一样的价格 那很多时候我们人就会有一个盲点 就是说当我在信头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一定会常常去参加 可能下雨我就懒得出门啊 然后天气太热我也懒得动啊 所以你有可能变成一个礼拜 从去三次两次下降到一次 到后来变成一个月里面 你可能只去一次 但是这些哦 你固定每个月要去信用卡扣款的 两千多三千多都是固定扣掉的 理财网站发现 民众往往高估了自己上健身房的频率 所以想一想真的有习惯性在花费 做好评估是不是有必要再续约 生活中精打细算 不让荷包白浪费 像是你有算过一个月外送费花了多少吗 像是现在下雨天或者是天气太热 如果又想要喝饮料的话其实叫外送是非常的方便 但其实外送费是被列为是日常生活中常见可以节省的费用 根据资测会的调查呢 有六成的会员 其实他们的平均外送金额是超过了三百元 超常就是为了要错运费反而提高了花费金额 美国金融消费专家也调查过 外送餐点通常不小心就让一个美国家庭 每周多花六十美元 甚至是更多 但如果都是自己在家煮 不但省了外送费也吃得比较健康 就是近一点的地方走去买一买 这样就好了 可能吃饱就好 因为它平台的错续费用也蛮高的 所以就也不会想去考虑它 地卡上有网友也分享 这几项省前妙招虽然有些蛮难实现 但也有实用之处 尤其外送费这一点最引起共鸣 网友分享减少对平台的依赖 一个月少说能省两千元 一年下来相当可观 那方便你就要花更高的代价 所以我觉得请大家要记住这一点 你想要方便你就不要想要存钱 那很多时候你要去增加自己 花钱的难度 你才有办法把钱存住 那所以说订外送的平台 这些钱就是这样出去了 那你可能你享受的这个食物的 也不是现煮现做 因为经过外送的过程 一般我们在财务规划有个一三六原则 这个就是我把我的收入分成十个等分 那至少30% 这个三是要存住的 那存到嫌后您会想要买折叠机吗 目前由三星独霸市场 未来苹果会不会加入战局 还是未知数 但粗估今年出货量 上看两千五百二十万匙 想要自拍不用再靠脚架 或是担心手持会晃动 折叠机的前置镜头 放在桌上就能自拍好照片 除了掀盖直立式折叠机 还有更大的旗舰机款 荧幕7.6寸 主打超薄超轻 只有239公克 韩系品牌稳坐折叠机网 台湾折叠手机市场的过去 都是三星独霸 不过现在各家大厂 也要积极的推出新机来参战 包含像是小米Moto 还有Google 不过现在台湾的折叠手机市占率 还是以三星为主占了九成 其余的一成才由其他厂牌来瓜分 小米也要跟三星拼一拼 不仅镜头再升级 搭载莱卡广水镜头 另外版面也有做出创新 像小米的外萤幕是比较特别 它的相对来讲 它就比较全版 它几乎是整个版面都是萤幕 跟Moto是比较接近 所以像卖相的部分的话 大家会比较喜欢 它这样子的外观设计 再来小米就是它性价比较高 它就变成说 它可能卖的比三星还要便宜 但是规格比三星还要激进 还要更快更优势一点 Hugo第一代Pixel 4折叠机 没有在台湾上市 第二代折叠机确定会在台湾上市 也成为强食台湾折叠机市场的心理军 Moto Razer 50的Ultra新机 它更大的萤幕 更智慧 更好的效能 跟更好的拍照 另外Motorola新款折叠机 则是主打平价优势 要透过价格在台湾打开中高阶市场 一方面要避开跟三星正面对决 另外一方面也要提前卡位中高阶市场 以台湾来看 一年大概整个折叠机 目前为止 当然是主要是三星跟Moto 这是市场份额比较高 那两家加起来 大概市政率在1%左右 那未来五年内 预估每一年的复合成长率 大概有五成左右 所以可能估计在2027、2028 折叠机占全台湾市场的份额 大概有5%左右的一个市场的份额 根据数据显示 全球折叠手机市占 2023年三星仍然稳坐冠军宝座 市占率大约六成 华为紧追在后市占率三成多 剩下才有OPPO、VIVO、Google、MotoRola 来瓜分市场 也因为三星的带动 所以现在包含了小米 包括OPPO 那包括甚至于华为 就陆系的品牌 也陆续都加入 这一个折叠机推出的行列 那也有听说 可能APPLE在2027或2028的时候 也会生产跟研发折叠机 折叠机的运用 以前大概都譬如说只是大萤幕 只是多视窗 这样的运用之外 接下来再加上 譬如说对于商务人士的 深层语音 深层会议记录 甚至于变成是你的智慧助理 折叠机在目前手机市场虽然只有1.6% 但根据研调机构调查 2023年全球折叠机出货量大约1830万只 年增43% 而今年出货量预期会成长38% 可以达到大约2520万只 占比扩大到2.2% 更有研调机构看好折叠机的成长 年增率将超过5成 出货量有机会上看3430万只 主要受惠于折叠机终端销售 已经比过去便宜 再加上AI加持带动整体销售 现在看起来折叠手机 未来还是会有一个持续成长的一个空间 未来还是会延续了 至少到2027、2028 都有一定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力道 再加上说 其实今年有一些品牌 也陆续的把这个AI的一个功能的导入 就是希望能够去让这个折叠机的一个功能 可以进一步的放大 比如说文字转语音 或者一些搜寻圈 即时翻译的一些功能 其实在这个折叠手机上面 或许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呈现的一个方式 三星在折叠市场抢下先机 到如今各大手机厂牌都在积极布局 拉开折叠机战国时代新序幕 TVB新闻李国生刘云军台北采访不懂 当然健康是无下的 不少人受到甲状腺异常困扰 台大医院为甲状腺癌的术后追踪 提供全新的生物指标 而这一项的指标也创下了全球首领 甲状腺癌的发生率 男性跟女性比起来 女性比较高 平均发生年纪大约50岁左右 甲状腺癌的风险因子 举例来说 幼儿和青少年时期 如果铺入到比较大量的辐射的话 可能就会增加甲状腺癌发生的几率 国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过去50年中 全球甲状腺癌发病率 从每10万人口1.5人 上升到11.6人 大多数专家认为 这个重大变化和医学影像技术 例如超音波 变得更敏锐和普及 还有更多人接受健康检查有关 环境污染和辐射等因素 可能也占部分原因 听到医师详细解说了解自己 甲状腺癌术后状况 稍微安心许多 会想起当初因为健康检查 被诊断出罹患甲状腺癌 让林小姐心情大受影响 既然遇到了就勇敢面对 她在医师安排下积极接受治疗 我觉得整个疗程过程 让我觉得非常的放心 然后这么久 其实也真的慢慢忘记 自己是有甲状腺癌症的病人 所以生活上没有受到 什么太大的困扰 过去我们很依赖的部分 是血清当中的甲状腺球蛋白 以及它的指标 但是严格来说 在关键时候 需要打一些甲醋针 来帮助它刺激甲状腺球蛋白的上升 这点就是未来 我们在做尿液的甲状腺球蛋白 去看到不一样的事情 遗传基因染色体的变异 也是甲状腺癌的成因 是什么原因造成基因变异 在大部分的甲状腺癌病人 是并不知道这样子 就是遗传的状况的话 去检测一下基因 然后一般的话 我们就是建议就正常做起 然后保持正常的健康饮食运动 台大医院与台湾大学医学院 共同合作的研究团队 发布医学应用成果 为甲状腺癌的早期诊断 与术后追踪提供一个 全新的生物指标 这项研究发现 利用尿液中外密体的 甲状腺球蛋白 可作为甲状腺癌 术后监测的生物标记 过去十年里面 我们从尿液当中的外密体 寻找甲状腺球蛋白的中绩 以及其他的一个生态组 我们就发现 以这个标题来看 当血中测不到 甲状腺球蛋白的时候 其尿液的外密体 甲状腺球蛋白 还是可以侦测到 这可以作为避免 早期复发的一个重要指标 目前我们追踪方式 除了传统的抽血 去看甲状腺球蛋白 以及术后的甲状腺超音波 甚至点一三一的追踪之外 我们的研究是 用尿液的外密体 去看甲状腺球蛋白 那这个好处是说 可以减少抽血的 这个侵入性的不舒服 不舒适 以及可以重复的去做检验 在检验上是相对方便许多 对病人来说 其实生活品质变得很重要 除了抽血是一个压力之外 通常病人要停药 所以寻找新的生物指标 来做甲状腺癌 复发的预测 以及追踪 其实是一个作为 内分明医师 责无旁贷的事情 有的人可能觉得 光抽一次血 他的心理压力就会很大 对 相对这个牛尿液的检验 就是相对轻松居多的 甲状腺癌 术后追踪新技术 将为全球数百万甲状腺癌 并有带来福音 台湾医学研究领域 也为全球甲状腺癌的诊断 和治疗 带来了新的希望 研究团队希望 透过这项技术的推广 和应用 能够让更多患者受益 实现早诊断 早治疗 早康复的目标 TVBS新闻 廖广斌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